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还向前走 我只继续 有没有好心人赏点饭吃啊 我两天没吃饭了 给个馒头吃 有没有好心人啊 这可是我姐给我的一个月的生活费啊 我得好好放着 有没有好心人 姑娘 赏点饭吃吧 我两天都没吃饭了 姑娘 不是 大哥 你这有手有脚的 你怎么在这儿乞讨呢 姑娘 我也不想在这儿乞讨啊 我这儿从小就没有父母 一个孤儿就靠捡个垃圾 睡觉的时候就睡在公园的场景下 比如说下雨了 就在桥洞底下睡 可是最近她这儿倒垃圾 垃圾都给倒了 想吃个饭都没有 我也没有什么一日之长 人家都不愿意要我 我也没有办法 大哥 原来 原来你这儿这么可怜呢 大哥 那你这儿总在这儿乞讨也不是个办法 你看这儿现在天色快黑了 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你总是这样在外面住 这儿也不是长久办法呀 是啊 姑娘 我在这儿乞讨 都起到两天了 这肚子都饿别了 这过往的路人看都不看我一眼 别说给钱了 连这胃后都没有 就嫌我脏 嫌我臭 姑娘 你是这么多天 第一个对下来陪我说话的人 真是谢谢你了 大哥 这以后你也去找个工作干 像你这样肯定能找到工作的 这儿 我这儿有一百块钱 是我姐姐刚给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还是个在校大学生呢 大哥 这钱你比我更需要 您拿着吧 姑娘 这一百块钱太多了 你陪我说说话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这钱我不要了 大哥 这钱您拿着吧 你呢 去吃一顿饱饭 再买个现象点的衣服 你呢肯定能找到工作的 毕竟你这样也不是办法 你还这么年轻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没有什么口是过不去的 你要记住 这雨后总会有彩虹的 哎呀 那我先走了大哥 我这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姑娘 姑娘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姑娘 人美心善的 而且 说的挺对的 不能这样一个颓废下去啊 我是一个男人 我争气 哎呀 妈妈一天了 累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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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你坐 我就不坐了吧 玛丽 姐这次来找你呢 也是想跟你说件事 你看 你这也老大不小了 你说姐都结婚两年了 这姐跟你姐夫也商量了 你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这前段时间 你去相亲 你心里也有点数 这相亲对象都嫌弃你 你说你这大学毕业 这都多少年了 还是个清洁工 哎呀 这天天住在这儿 也不是办法 这相亲对象也找不到 姐啊 刚跟人家小伙子 说说你吧 这一提到工作 人都跑了 哎呀 姐啊 我这 我这干得挺好的 姐啊 这再说了 这我学的专业不也是环境保护吗 哎 你不知道 姐 这垃圾分类里面可有学问了呢 哎 妈咧 不是姐说你啊 这 你天天那样干 干 干环卫工 我给你自己终身大事想想是吧 姐这次来就是想着 跟你找个对象 这以前的事咱就过去了 这以前的相亲对象 这也没谈成 这你以后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 姐 我这年龄还小 我也没想着那么着急谈恋爱呀 这还小呢 你今年都二十七了 还小呢 哎呀 那姐呢 我这不是没遇到合适的吗 等遇到合适的再说 不急不急 等遇到合适的 你都老了 都嫁不出去了 这姐能不急吗 姐 你看看姐 这孩子 到时候孩子都上学了 你还没结婚呢 姐 就咱俩从小父母就走得早 这姐能不给你操心吗 哎呀 姐 而且 我在这儿挺好的 这我每天自己一个人做点饭 这大方 姑娘 你谁呀 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 啊 你不记得我了 姑娘 我呢 六年前 在那街边流浪乞丐啊 忘了当时 你给了我一百块钱呢 而且鼓励我 说我这儿 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我呢 就出去外面闯荡闯荡 遇见了贵人 他看我踏实能干 任老师 就教过了我一些经常的方法 我呢现在也有公司了 听了一个老板 这次回来 就特地来感谢感谢你的 这 你们两个原来认识呀 妹 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有喜欢的人了 你也不跟姐说 姐啊 这不是 这就是有一面之缘 也不算认识吗 没事 一面之缘也可以认识 认识吗 你看这小伙子挺好的 行啊姐 我知道了 那行 那你们两个先聊 那姐就先走了 姐改天再来找您 行 行 小心您慢走 好好表现啊 放心吧姐 就什么紧了你 姑娘 刚才我听说姐的意思是 你还没有结婚呢 是啊 这我姐给我找了不少相亲对象呢 这我俩从小无父无母的 没办法 我的事她都操心 而且我都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干这份工作 我姐给我找了好多次相亲对象 可是人家一听说我是个清洁工 哎 先丢人 就不要我 我姐也怕我嫁不出去 毕竟 我这些年 我都跟二十七了 我年龄也大了 可是 我热爱这份工作呀 我觉得 这保护环境 时间内有责嘛 而且 这垃圾水里面 学问可大了呢 你别看我现在工资低 这迟早有一天 我会摆脱现在困境的 哎 姑娘说得对 而且 这职业不分贵贱嘛 其实 我这次过来 就专门来感谢姑娘的 这卡里面 有六个六万 我以为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呢 这钱 你收下吧 密码是六个零 这钱我不能要 你怎么说 你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 姑娘 其实六年前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是个人美心上的姑娘 当时 只是因为自己 太穷了 一个乞丐 不过现在 我有能力了 刚才看见 你和你姐的这一番交流 我觉得 我想和你 试着交往交往 不知道姑娘 愿不愿意啊 这 可 可是你不嫌弃我吗 是之前跟我相亲的 都嫌弃我 说我穷 说我这份工作也不体面 姑娘 我现在有能力了 以后 你不工作了也行 我养你 这 这不太好吧 姑娘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 我 我愿意 真是太好了 姑娘 如果我能娶到你这么 人民心上的姑娘的话 那这我 一辈子就来的福分呢 誇 夸张了 姑娘 对了 咱俩聊了半天了 我还不知道你名字呢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玛丽 那姑娘 重新认证一下 我叫卢德纲 我叫玛丽 姑娘 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 我请你吃一个便饭吧 咱们饭多让聊 行 走吧姑娘 那 那我穿这身衣服 可以吗 这有什么呀 没事 走吧 那我穿这身衣服 怎么还开着灯子呢 老婆 老婆 我还在睡着 老公 你可算回来了 我这 这等你 等着都睡着了 老公你还没吃饭了吧 我去给你 别 别管我了 最近公司业务太忙了 你呢以后也别留热灯了 回来早点休息 老公 你看你现在工作那么辛苦 没事 没事 快回复休息吧 这外卖我都点了 半个多小时了 怎么还不送到我 真是不靠谱 姑娘 不好意思 路上有点堵 有点迟到了 真不好意思 你这是有点迟到了吗 你都迟到多长时间了 这饭都凉了 我还怎么吃啊 你都迟到多长时间了呀 姑娘 实在不好意思 这边的地形 我不是很熟 所以 我过来就有点慢 真对不起啊 我要举报你 姑娘 我这刚干外卖 你别举报我 你这举报的话 我这几天干的工资肯定都没了 以后 他也不会再让我送外卖了呀 那我这饭都连了 我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还不对了吗 姑娘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再买一份 然后 我赶快给你送过来 可再不行 我给你赔钱也行 双倍赔钱也可以 双倍赔 你赔得起吗 你赔得了我时间吗 你这中午 我就吃不了饭 我下午马上就要上班了 那你当午上午班时间 那你工资 你赔我呀 我工资一下 我两百多块钱 你一个宋妈妈的 你赔得起吗 啊 我来给你 我那边 我 organization 也不是 我可能是 我签得 你 你 我 有 那 我 我 我 自己 什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婆 我这个公司已经破产倒闭了 你看那门也已经关了 我想着你既然嫁给了我 我就能让你受苦啊 所以我就想着去吃哪外卖 给你买点好吃的 给你买点你喜欢的东西 老公 你现在都那么难了 还一直想着为我 为我买东西 为了这个家 老公 你这几天怪不得回家这么晚 还一直瞒着我 你工作辛苦了 老公 老婆 为了不让你过我苦日子 快值了 我是小公 老婆